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友甫 我们来看一下十二生肖的下周整体运势 下周是国立的10月3号到10月9号 那十二生肖我们把它分成四组来做个说明 首先第一组 猪兔羊 猪兔羊生活紧张 涩法放松 不要这么紧张了 我只给你一个赞的评语 轻轻松松的再下个礼拜 其实第二组 狐马狗 计划落实 投资得利 就是很扎根的把计划做出来 你想什么 做什么 脚踏实地的 那我给你四个赞的评语 再下去蛇鸡牛 蛇鸡牛下个礼拜运气最好 收成季节 财官两望 因为你的努力才会有收成 那升官 花财 钱财方面都不错 所以我给了五个赞的评语 最后 猴鼠龙这一组 心态稍急 提防套牢 这方面应该是指投资 要看清楚 不要太急 结果你套牢了就得不赏失了 所以我给了三个赞的评语 蛇的生肖在下个礼拜 有三个生肖运气最好的 首先第一个 钱财最旺 钱财最旺是属蛇的朋友 其实事业最强 事业最强是属鸡的朋友 然后桃花最红呢 桃花最红是属兔的朋友 请好好把握下个礼拜的机会 这一点有点不一样 那在民俗祭祀里面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重阳节非常重大的日子 重阳节登高望远 赏菊配诸瑜 因为我们重阳节又叫老人节 也叫敬老节 因为这时候天气晴朗 晴朗我们可以登高 然后看远地方 对你身体的健康也好 对事业的帮助都不错 那至于赏菊呢 我们菊花又叫做长寿花 那么欣赏一下 这时候正是盛开的时候 另外还有配猪鱼 那猪鱼是一种植物 带在身上 可以避邪 可以遇寒 当然你可以做成香带 带在身边都可以 这是我们重阳节的重要的民俗 其实第二个 在重阳节要吃重阳膏饮菊花酒 因为重阳膏吃了 我们民俗上说这会步步高升 那于菊花酒呢 通常是前一年的菊花 因为这时候菊花盛开 前一年的菊花把它做成这个酒 那这时候正好可以喝菊花酒 也代表它可以延年益寿 那民俗祭祀的第三件事情 是放风筝 这段时间应该是野外郊外 大家都到郊外 那么去放风筝 正好天气晴朗 好 那么以上是民俗祭祀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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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